團體的秘密 大家都是不會有太多的計較 就是願意付出投入訓練 包括算是互相信任吧 我信任他們出國打球 算是他們也蠻信任 給他們的一些建議 訓練上面的一些討論 應該說一開始大家會比較茫然 因為前面沒有比較資深的學長在帶領我們 可是到中間有時候我們都已經蠻有經驗的 到後期就變成我們真的已經可以帶領學弟 給他們一些觀念 很謝謝大家都是互相照應 然後蠻信任彼此 就是跟他們講的 真的是他們也很願意來問 然後就是大家互相討論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團隊 我覺得他就是我另外一個哥哥 就是我已經把他當作我的生命中的家人 他也會把我們這些小學弟 當作他的弟弟這樣照顧這樣 他是暖男 就是會讓男生都覺得快喜歡上他 快愛上他 但是他很貼心 就是處處為對方著想的人 像假如出去吃飯啊 或是我們可能聚餐 然後可能太開心太盡興 然後他就是負責要照顧大家的 練習吧 就是他會做一個榜樣給我們這些小學弟看 然後我們就會想辦法去跟隨他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就好像跑步啊 或是重量訓練啊 我們都會硬要比 就是比較 就是互相成長這樣 生活上好了 他是一個非常細心 然後會很照顧人的學長 又非常的好笑 對其實你們也是不知道他實底下 也是蠻瘋的 而且他笑點很低 他都會看一些很奇怪的影片 然後就笑然後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都笑不出來 他就笑得很大聲 但我就不知道他的笑點是在幹嘛 他就 就也很憨憨的我覺得 有時候啦 那在場上的話 就落差蠻大的場上會比較 應該說比較嚴肅一點 就因為 可能上了球場 他的心態就會變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一個運動員 亞運喔 那真的是蠻很特別的一個回憶 因為其實我們那一年其實完全沒有 覺得會有打出這麼好的成績 就是很平常心就是 可是訓練上我們還是很認真啊 然後凝聚的話就是可能 訓練上我們會彼此溝通啊 然後練完也會 就是討論一下今天的練習的成果啊 或是看影片就是檢討一下 那時候其實我們大家說不出為什麼 大家很有一個凝聚力 也不管輸贏 就是大家就很 很開心的在打球 我覺得 這是我們 會有這樣成績的一個原因吧 我覺得就是 大家總是就告訴我們 常常就開心打球 不管 在落後啊 或是在 就算贏了好幾分 也不要說自慢 還就是開心的享受每個球 他就很像 一個 大哥哥一樣 就很照顧我們這些小學生 然後 會想辦法 就是把我們 帶起來 就是 就是有隊長的樣子 就把這個球隊 管理得很好 少了他好像又感覺 少了什麼東西 就真的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 怎麼都 就是學長說 我退休這樣 但這次一定會 就是必經的路吧 那他現在也把他的 就是想法 觀念全部傳承給我們 現在的話我們要 銜接他的 以前做的走的路 對那我覺得 就很 很謝謝他 這幾年的 付出 就是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吧 因為你要先做給學弟看 學弟才會去學習去模仿 經驗上的會分享給他們 我們球場上的經驗啊 然後知道他們 也會再詢問一下 我告訴我之前 他怎麼帶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要反過來 要 穿成穿下去 那時候覺得有點可惜啊 就是 很像太早就離開國家隊 就覺得他 應該可以繼續帶領 台灣繼續打 比賽這樣子 所以 就覺得太早 太早了 可是有點捨不得這樣 我有跟他說 欸我們相約2022 亞運 我有跟他這樣講 他說好啊 他每次開玩笑都好 不好 我告訴我 我們相約2022 杭州亞運 可以吧 這麼說定嗎 哈哈